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即将正式开源的上海迪士尼 昨天晚上七点半上海迪士尼开源盛典精彩亮相 在米奇大街的高处回廊上 张亮颖用一曲动画片阿拉丁的主题曲《萍水相逢》 拉开了整个开源盛典的序幕 此后呢开源盛典当中的特邀表演嘉宾 谭顿 朗朗 谭维维也一一登场 讲述他们与这次上海迪士尼开源盛典的神奇之缘 而与朗朗同为上海迪士尼乐园代言人的孙丽 姚明 以及上海旅游行乡大使胡歌也特别到场 为这场开源盛典加油助阵 为了庆贺全球第六座迪士尼乐园的盛大开幕 全球最老的加州迪士尼乐园 全球最大的奥兰多迪士尼乐园 亚洲第一座东京迪士尼乐园等哥哥姐姐也特别送上了祝福